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推荐大家用芋头和山药来饱一个排骨汤 最爱喝汤的小冉冉喝了两碗还要喝 做法很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山药和芋头同属一颗 都具有补皮 益气 暖胃的效果 特别强调一下芋头 它还有一种粘液蛋白 人体吸收后会产生免疫蛋白球 可以提高宝宝的抵抗力 其他还有美容养颜 乌黑头发的功效 所以这碗汤特别推荐大家 要经常饱给家人喝 好喝又营养 朋友们看完就得做一份吧 山药和芋头去皮切成小块 骨头放锅里先用凉水烧沸 焯水后洗干净 最后把所有材料都倒进砂锅里 加凉水 大火煮开打去浮沫 转小火煲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汤煲好以后加适量的盐就可以享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好 真棒